老师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录完的呢 已经很 我深觉得有点感动了 以前在做字幕非常辛苦 那我现在呢 点到这个文字呢 我可以在右边这边来这里 我可以把这个内容 可以把由简体改成反映 我已经很高兴了 可是简印现在有更好的一些小诀窍 那跟大家报告一下 来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我们在台湾电脑的话 在我们的电脑系统台湾 我们的字体在哪里 在西池联系有个资料夹 叫Windows系统 字体安装都会在这里 按两下进来 我们平常呢 安装字体 其实是只要把字体复制 贴到这个资料夹就可以了 在每一台电脑里面 有个Windows系统的地方 有个叫Font Fonts Fonts 不是Fonts 是Fonts 那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电脑里面所有字型 你看到很棒的华康这些 你只要有字体的档案 复制贴到这里来 就叫做安装字型 在这里装字型 在台湾大部分的城市 几乎所有全部城市 都可以来这里取得它的字型 可是简印没有 简印它不会抓这个 因为它是大陆软体 它从来没有发行中文版 繁理中文 所以它不会去这里读字体 我再跟你报告一下 了解吗 我们的word powerpoint photoshop 你想得到所有软体 字体它通通会来这里抓 可是简印没有 那简印的字体在哪里呢 好 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们刚跟你讲 这些都是简体字 刚跟你说明过 它预设值帮你装三个 那其他的也不用下载 因为都是简体字 OK吗 那等一下我们的责任 就把这个改成 这简体还是简牛 我把它取代掉 那首先呢 我们准备了一个档案 这是一个字体的档案 sorry 这个字体叫做这个 这个 文权这个 简体转繁体 那请老师 待会先把按右键先复制 那复制去哪里呢 好 看一下 回到桌面上来 这里 这个城市在什么地方呢 按滑鼠右键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内容 它会告诉你 这个城市所在的位置 点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点这个位置 开启档案的位置 我要点哦 当我点进去的时候呢 它就进到这里来 它告诉你 这个城市是在这个位置 我要跟老师报告一下 仔细听哦 在我们电脑 Windows电脑这个APP data 这个是隐藏档 你看不见的 如果不是使用刚刚的方式 你进不了这里来 你听懂吗 那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 我们就不讲 那太啰嗦了 那这个是3年2.8 3年2.0 这个版本 来 进来哦 按两下 那接下来点哪里 点Resource这里 Fonts这里 自定在这里 按两下 你看到这就有点熟悉了 后现代体 悠然体 跟新青年体 对吗 那接下来再按右键 把刚刚的贴上来 那贴上来呢 我想告诉你哦 他根本不会去读他呢 他不会去读他 我现在贴过来哦 那我把简易 我不用 我们直接讲结果就好了 不用那么啰嗦了 来来来 我现在告诉你 你贴过来 他不会去读他哦 接下来 我把他的名字改成 跟他一样 就搞定了 那怎么改呢 我习惯会这里 按右键 重新命名 Ctrl C Ctrl C 不要把它删掉啦 加个1 那就跟原来不一样哦 再点这里 按右键 重新命 Ctrl V 就是要骗简易啦 等一下如果 这个字体他会去抓 这是原来的简体字 这个是刚刚的什么 我刚贴过去那个 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它关闭哦 我再把简易刚刚关闭 这里 再看一下 这就是简体字 对不对 来我关闭哦 关闭再开一次好了 有时候我们会再开一次什么 电脑启动那一瞬间 他会去系统去抓他的内容部分 那我们就重新再启动一下 怎么没有开起来呢 等一下 开起来了 来开起来之后呢 再把它开 再点哪一个 刚刚这个在这里 我们这个 要别点错 这个你看见吗 我把它点起来哦 点起来以后呢 就开启到这里来了 来来来来 那记得哦 要先点文字哦 点到它这里 来再看一下 我再把它放大一点好了 看不见 时间点哦 你看再动一下 再放大一点 有看到吗 这时候呢 我就从字体的地方 把它改成什么 新青年体 搞定了 这样全部变繁体了 老师怎么那么大 我故意放很大 让你看到 等一下我们把它调小一点 那当然还会有错字啊 哈喽 这个楼还是错呢 改一下 在这里改一下就好了 哈喽 把这个楼改掉 哈喽 大家好 那接下来呢 我是冲弦老师 他把我辨识成中学老师 因为他不认识冲弦这两个字 什么可能认识 来冲弦老师 来要扫一遍 扫一遍 拉着这个播放指标 扫一遍 今天很高兴 要来跟大家介绍呢 再动一下 介绍什么呢 其他都没问题了 从这到我只改两个字而已 来我缩小一点 我们把它做完 缩小 那缩小的时候注意哦 我一定会点最长的这个 我们不希望文字出现两行 对不对 所以我点在最长文字这里呢 我把字体改 改什么 不过先换一下下面这里 下面这里可以加描边 这样还是不清楚 按两下 好清楚有没有 加描边比较清楚 我希望黄色的 来再回到上面来 把字号改成差不多 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就好了 我一定会找最长那个去改大小 不可以在这里改 不然你改这里不清楚 来我们听一遍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冲弦老师 那在播放的时候 你可以点这一颗 整个画面播放 来 播在这里播挡到字 算了 我还是在这里看就好了 那继续看 我很高兴 来跟大家介绍 等一下老师 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加一个空格呢 那今天呢 你可以自己补个问号给他 或加个金探号再空一个 这是你可以修的 你看懂吗 我们要是时间点 好 来那再继续哦 我加了个金探号 很高兴来跟大家介绍 介绍 再动一下 介绍什么呢 再介绍这个检疫 他可以针对人物做去背的工作 去背辨识错了 去背 所以还是要得听一下 做去背 不是区别 好 这里的文字要把去背改掉 去背 我再跟老师提一下 从来没有语音辨识是100% 我觉得他做到自己 对我来说 我已经非常非常满意了 非常非常满意了